2015年7月14日这一天 河南某地的李老太搭便车送孙子回家 四岁的孙子跑在前面先进了家门 进到了卧室 看到妈妈躺在床上盖着被子 年幼的孩子以为妈妈在睡觉 婆婆走上前去一看 吓了一跳 儿媳李玉赤身裸体躺在床上 已经死了 李老太忙报了警 警方很快赶到了 对现场做了勘察 屋里的电视机开着 影碟机也开着 机器里是一张成人影片 经过勘察 凶手是从墙头跳进院子的 凶手与死者发生关系后 用皮带将死者勒死 死者李玉丈夫意外离世后 一直单身 案发时孩子不在家里 凶手对死者家庭情况应该比较了解 也有可能是情夫或者男朋友作案 为此警方走访了跟李玉关系较好的邻居 证实了李玉并没有结交男友 在走访中 有村民反映 住在李玉家前面的王立业 曾到过李玉家做了停留 警方在对王立业进行走访时 并没有找到他 有村民反映 看见他慌慌张张的上山了 都没见他下来过 通过分析王立业有重大作案嫌疑 警方组织了搜山行动 经过三天的搜查 终于将躲藏的王立业抓获 面对警方 王立业拒不承认杀人潜逃 可他自以为聪明的说辞 已经把他出卖了 警方有始至终也没提杀人的事 可他好像全都知道了 面对警方的质问王立业沉默了 在警方做了一番工作之后 他开口了 承认了自己奸杀李玉的事实 王立业跟李玉家是邻居 两人相差几岁 论辈分他叫李玉二嫂 案发那天他去李玉家串门 李玉洗着衣服跟他闲聊着 李玉当时穿了一件有些透明的衬衣 看得王立业有些热血沸腾 聊了一会儿 他便起身走了 可回到家之后 王立业一直想着这事 聊动的他根本睡不着觉 他脑子里总是有李玉的身影在晃动 他突然起身 想去偷偷看一看李玉在做什么 于是他悄悄来到李玉家 翻墙跳了进去 从窗帘缝隙中往屋里偷看 李玉正趴在床上看电视 只是电视里的画面深深地刺激了他 他终于按捺不住 冲了进去 吓得李玉忙把影碟机关掉 王立业强奸了李玉 事后李玉哭着说要告他强奸 害怕事情败露的王立业 用腰带将李玉勒死后逃到山上 最终王立业因强奸杀人罪 被判处死刑 杀人罪被判处死刑